這個練習題就是抓網頁上面的資料把它抓下來 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需要爬蟲 因為如果你假設有大量的網頁 你都要想要把上面的資料抓下來 而且你每天都要一直更新上面的資料抓取的話 如果你用人工來抓 因為抓不完 而且業術如果超過百頁的話 天啊 每天都C 真的還有人每天都在C、C、C、V 我覺得很奇妙 你乾脆用爬蟲比較好了 但問題他不會寫 所以以後假設老闆需要有找人的話 我第一個問題你會寫爬蟲 會的話先入用 會的話你就簡單了 你就不需要人工在那邊C、C、C、V 對不對 所以假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練習 這個練習的話請各位待會先開啟0604 雲端白板裡面的0604 因為中間有些其他 我想自己在練習 你們可以找到那個0604裡面的第幾頁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有一個範例1 範例1的話是在第4頁的地方 那假如說我們有一個需求 什麼樣的需求 我希望把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的話 就剛剛同學問到 有關那個python證照 這個就是這個授權中心的網頁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點擊下去 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證照有這麼多 有什麼呢 有這次應該是Sketchup AutoCab 然後呢Invent 等等的這些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這個這個網 這個證照 每一個呢 一個資料呢 總共會有1、2、3 有沒有 它裡面其實有 它的結構都還蠻固定的 1 1應該什麼 它類別名稱 2的話是中國名稱 3的話是它英文名稱 有沒有 1、2、3 1、2、3 有沒有 那其中的話 你會發現 底下有python證照 這個授權 這個認證中心 它目前推出來的 有關python證照 就有幾張 看一下 最基礎的是這個 這個是Label1 基礎程式設計python 有沒有 第二個是這一張 這是Label2 第三個是這個 爬蟲跟分析 這個是3 那這個網頁資料擷取 其實就爬蟲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學的 那分析的話 其實它是利用Pandas 加MathPriLab 所以如果你對於後續 假如我們這個課程 比如我們剛剛那個Pandas MathPriLab畫圖那部分 有興趣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 這個證照 那當然你問我說 到底這個證照有沒有用 我是覺得如果你願意 去把它考到 而且通過拿到證照 就已經很厲害了 說真的 而且這個考試是上機 是只有給你題目 要你把結果給做出來 而且沒有任何程式 甚至也不要問我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打開瀏覽器 Google一下 不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絕對不行 考試你還要問這個問題 那就不用考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 對於程式一定不能有bug 有bug 很抱歉就沒有分數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你要非常熟練 第二個不能出錯 不然的話 絕對不可能拿到證照 所以假如說 我今天要找工程師的話 如果有證照跟沒證照 說真的 你說沒有用 至少他還有60分 至少你能夠通過 基本上態度就不一樣了 第二個的話 他至少有60分 我覺得他基本上 不太可能會騙人 至少是第三方公證單位 所考出來的 除非說那個爛發 不過看起來應該還好啦 我目前知道了 再來的話 這AI 所以有關機器學 像剛剛講的 影像辨識 有沒有 這個結合進來 像很多企業都需要這種人才 如果可以把AI導入的話 哇 那不得了 整個公司企業的工作效率也好了 人事成本的好了 哇 那簡直就不得了 大大減降低 所以這就是賣點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這些症状都有的話 說真的 我覺得好像感覺好像還蠻驕傲的 說真的 那目前的話 我基本上 其實這兩張是同一張 這個是考一到五類 這考一到九 我這一張有考過了 這一張我也考過了 那這一張本來要去考的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一直沒有辦法成型 但是我其實有study OK 好 那其他的話 假如 這個回歸正題 如果我今天需要是把什麼 想要把這些證照的 這些裡面的項目 我希望把它抓下來 並且存成一個CSV檔 那CSV檔裡面有三個欄位 有沒有 三個哪三個呢 這個是類別名稱 第一欄 第二欄是它的證照的中文名稱 第三欄是 它的英文名稱 然後最後我希望幫我把網頁資料抓下來之後 存成一個CSV檔案 那該怎麼做 OK 那種也來囉 那首先的話 為什麼這個HTML會最後才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HTML裡面真的比較複雜 怎麼說呢 按右鍵 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顯示原始碼 那你可以看到原始碼裡面 就長這樣 有沒有 小於符號 大於符號 表示它是個標籤 所以剛剛講過XM 其實也類似像這個標籤 那這個標籤裡面就會有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的話 當然你可以 不過我不建議你按一滑鼠右鍵 檢視原始碼 因為太亂了 所以當然我一定要教各位 教大家一些簡單的方法 像以我來看 我有一個固定 比如我今天要抓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抓 會比較簡單 我可以撇開 像剛剛那個什麼呢 有些資料像XML那麼亂 那我們其實最好可以貼到一個地方 馬上可以知道說我要抓什麼 那我把那個我要需要抓的東西 TWORD找到之後 那就可以很快把資料抓 所以我是建議 你如果要抓的資料 你可以先比如說這個好了 你就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那建議各位可以學一個就是檢查 如果你按右鍵之後 跳出一個檢查的話 它就會讓你知道 按右鍵檢查一下 比如說這個東西 它背後的標籤叫什麼 你會發現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標籤 它其實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好像縮小會變形 這個名稱的話 你游標放在上面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它叫 這個DIV DIV的話 按右鍵檢查一下 所以它的class名稱就這個 叫什麼 有沒有 Sertis SertiPanel 什麼Handing 然後就這個 然後另外的話 底下這個叫什麼 按右鍵檢查 OK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H4到H4 所以它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抓的話 你可以抓這個標籤 最下面這個英文名稱叫什麼 它叫什麼 Small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名稱 去把資料抓出來 不過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要了解 這個HTML 裡面到底你要抓什麼的話 你可能要學會 按右鍵 檢查一下這個頁面 那知道這個結構之後的話 那我先demo一下 如果我要把它存起來之後 所以你會發現 我其實主要也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get request.get 把這個網頁的網址給它 所以這個網址貼上去 就是這個網頁 然後分別去找什麼 找我剛剛找的H4 跟那個什麼Small 有沒有 把這些資料 DIV 然後我這幾個 抓到之後的話 最後把它存檔 存成CSV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完之後 這些資料通通下來了 然後 因為這個 因為我有把它開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我把它抓下來的結果 有沒有 它就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資料 就分別幫我存檔起來 那可是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網站的結構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針對 這個網頁 如何去抓取資料 再做說明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待會兒 我帶你來 你在家 出份 出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